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报》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事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大家 好 今次我们讲讲澳洲的事情 澳洲近期有些要宣称了 是什么事呢 就是军事行动 经常漏打 今次他们就说 要跟韩国加强军事合作 咦 韩国这么特别 很怨下 是的 亦有人说是否要 叫韩国一起围堵中国 那我们看一看 其实澳洲宣布和韩国加强军事合作 从2023年开始举行新的步兵演习并且增加海军空军训练 在首尔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当中 我们的联邦国防部长江头契达顿先生 Bita Dutton 和外交部长Maurice Ping 就是Ping姐 和韩国的国防部长还有外长 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 就是要加强网络安全和关键抗产协议 在此行的前几站 其实 达顿亦和印度和印尼的 领导人见过面 亦承诺了会有新的军事合作 达顿亦说 澳洲和韩国作为天然的 火伴 天然很远 澳洲和巴布亚新基内亚 或者新西兰就是天然 那里近很多 我们是大洋洲 南韩是在东北亚 真的有点远 你好像有点 太牵强 他就说我们是天然的防务伙伴 所以要加强联合演习 但是 这个也是可能 外界猜测 可能是美国佬 就叫澳洲 要和 美国的另一个小弟 这个南韩 合在一起 叫做制衡中国 但是我觉得这个 好像讲远了 因为 他们 是说是报兵 当然 你有你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你说是不是要围堵中国 那南韩有没有那么蠢 可能是一些善意的演习 我觉得南韩和澳洲 因为南韩 目前为止 都是不喜欢选边站 因为 中国是鄰国 美国就是 这个大佬 真心地说大家都知道 澳洲 天然伙伴 如果这么说 其实南韩的天然伙伴 应该是朝鲜 当然他们是敌对 朝鲜不当你伙伴 那就糟了 没错 达顿就说 我们 现在制定在2023年开始的 年度双边 步兵演习的 最后步骤已经整好了 这个协议 而且 我们在国防工业方面 的合作会继续增长 当然 在这个尔加尔会议之后 又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当中 亦都预示着两个国家军队之间 将会进行更多的港口 停靠和飞机的 访问 以及提高 互相操作性 的能力 不可以读得太开 操作性能力 互相操作性能力 是自飞机 飞机 大家不要心邪 亦都加强 互相了解 并且建立牢固的民间 联系 部长 他们继续说 会同意 加强国防工业合作 利用彼此国内的国防工业基地的优势 想着将来是有 一个互补 很好的 也不知未来的安全挑战 达顿先生亦都说他期待南韩 和美国一起参加 都说的 实是想着推南韩下去 因为南韩 更近中国 希望南韩和美国一起参加 塔利斯曼军都演习 南韩 今年首次参与 这个联合演习 并且通过两年一度的 叫做 凯多里 瓦拉比演习 进一步 开展反潜战的训练 达顿亦都说 我们今天同意的 这些措施 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 为维护我们地区和平发展所做的努力的一切 虽然我们面临一个 日益不确定和有争议的战略环境 我们一定要共同 面对这个敌人 其实是像中国的 南韩肯定是死都不厉害 南韩是不会的 没有澳洲那么蠢 他也说 现在我们 会继续 深化合作 另外南韩的部长 徐旭 他说澳洲是 南韩的一个宝贵的朋友 不是什么天然的 什么伙伴 是一个宝贵的朋友 曾经在朝鲜战争当中 为南韩的和平和 自由并肩作电 因为他听美国佬说 他也说 两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 将会提高两国的 互相操作性能 并且为两国在这个地区的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澳洲也是一个战略伙伴 没有说得这么欲玩 什么天然 他也说我们两个是有共同的价值的 对于 太平洋地区当前的 安全环境 以及有共同的评估 大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当然是指中国和美国 传统和非传统的 威胁 依然存在并且增加 很温和 南韩一向都是这样 他不会帮你靠边 好像澳洲那么蠢 我们的 外交部长Ping姐 Boris Ping 其实他 就和 韩国的外长 郑怡庸 签署了一份 量解备忘录 以促进网络 安全和关键 矿产品的合作 参与定期的网络政策 并且进行新的空间 合作 他也说 两个国家 致力于促进经济开放 和打击 破坏 基于规则的贸易 脅迫性经济做法 其实他应该是指中国 跟 印度和印尼的 部长阶的会议不同的是 今次 联合声明当中 没有提 脅迫一词 反映出什么 南韩是不愿意 谴责北京的 当然啦 当然啦 靠边站都是得 屎路一条 而且 强调了自由和基于规则的 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其实中国也一直强调了这 另外 Ping姐 即是外交部长和 国防部长达顿 就从首尔 会去美国 在那里 他们终于见到大佬了 终于 终于经过了 见到那么多小弟 又见到印度 又见到南韩 是吧 终于见到大佬了 有什么人在等着他们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防部长 奥斯丁 澳洲这两个部长 首次跟拜登的官员 进行 会议的 这个会议就叫做 奥新美联盟会议 不知说什么 应该是说那些 打击中国 大家一起抗中 那些 不用想了 另外 澳洲也有媒体 批评 现在 澳洲和美国建立的 所谓的 对抗 同盟 是错误的选择 根据澳洲 对话网 他们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 推动与 美国经济同盟 对抗中国的 这个脅迫 将是一个错误 这篇文章 就是说 中澳关系 当然 文章就说 美澳官员 在9月6日 将 举行 会议 是吧 其实 澳洲政府是迫切希望 美国 可以面对面对 中国 贸易打击 但是 这种愿望 是可以理解 不过 会不会这样做呢 不会 为什么会呢 因为 喂 现在美国 是占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 怎么会帮你这样做呢 哎呀 你继续 他跟澳洲说 你继续撑 撑到行 我们帮你 占领你的市场 是吧 等一等 兄弟 你在里面慢慢坐 我看着嫂子 出来还多了个小孩 穿不穿了 我们看到 现在 虽然7月份 贸易部长访美 但是收到的信息 也挺冷淡的 美国正是说 我们密切关注 密切关注 中澳贸易的状况 也欢迎继续 高层的讨论 其实美国是否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大家都知道是否 是的 美国政府从来都不向澳洲提供实质的支持 那2600万剂就过期的辉瑞疫苗 请问 没有 一句收你皮 好盟友 就过期了 什么都没有 相反 一直都在做伤害澳洲的事 比如 美国阻止 对 对世界贸易组组织上诉机制的 新法官的任命 令到 这个机构陷入贪汪 一直来说 澳洲都是依靠全球对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的 遵守来保护自身利益 但是 美国 就用这个阻止新法官的 上任 间接 令到这个组织贪汪 那间接令到这个组织贪汪 怎样搞呢 怎样仲裁呢 是吧 另外 我们看到 美国的行动 一直都是一纸空文 就好像 我们看到 美国坚称 中国需要兑现2020年 美中 中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 是比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相对 澳洲竞争对手更加有利的条件 即是 我可以的 哎呀 我们都进去做生意 我们当然要比澳洲条件好 是吧 你是我小弟 我们美国 入中国做生意条件 一定要比澳洲好 这样才是大佬 你说会不会美国说 恳求你中国政府给同一个条件 给澳洲 让澳美都可以在中国容易做生意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哎呀 所以美国对澳洲上 澳洲上的支持 是一个字 嘴 只有白头 嘴上的支持就有很多 实质的好像没有 经济和政治都没有 其实经常美国对不冷不热的态度 他需要你的时候 他需要你的时候 就拖一下你 哎呀 做得好 我们会和你站在一起 不会令你感受到孤独的 这个布林肯原话 拜登也说过 哎呀 不孤独 有空 痛苦的时候 有我在这里 不孤独 不孤独 摸一下你 摸一下你 结果实质上有什么 没有 没有 哈哈 还有你看到 美国 也除了 这个世贸之外 当然 我们的煤炭市场 他也是 抢了 在中国的煤炭市场 是吧 所以 我都不明白这个达顿做什么 经常 走得那么近 还有他又很直接的 我们永远不会和中国 构成美国那么好的关系 作为高官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说出口的 是吧 如果你这样 什么都说到这么死 就是使自己转不到身 美国将中国定性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但是 就好像澳洲前外家官 他就说 这个 并不是自动令中国成为澳洲的对手 是吧 就是叫你 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对手 澳洲不需要都是将中国视为对手 为什么要做烂投筑呢 是吧 当然 与美国建立所谓的盟友关系 是很多西人的想法 90%的澳洲人觉得都是对的 我觉得 但是 我们停一停想一想 美国 是不是在我们经济 十分困难的时候会帮我们 我们的煤全部都入口不了 不可以 出口到中国 这样的时候 你有没有骨气说 我不会买煤给中国的 当然不会 是买多一点 红酒一样 牛肉一样 其实澳洲的 上层阶级或者统治阶级 我会叫统治阶级 因为 他都没有什么理民意 有时候 有没有想过 美国给了什么实质利益 除了精神上支持你之外 他 特别厚 说几句 可能是的 是的 但是 疫苗也不给 其实疫苗不给已经是心死了 但是他们也不心死了 就过期 宁愿浪费也不给你 什么意思呢 还有 美国将来也可能和 中国 达成另一个贸易协议 到时澳洲又被动了 因为 美国和中国签得越多贸易协议 那个份额 将澳洲本来的份额 都给了美国 美国赚钱 赚大钱 澳洲怎么办 澳洲就在这里 对不起 你支持我们吧 支持我们 对呀 像黄毓民所说的 我支持你 支持你 对吗 但是你又不可以这么快 屎屎了 没人能够 对吗 对吗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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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